疫情逐渐的趋缓 许多民众选择来到台东游玩 看到美丽的山海景色 但面对参数台风的搅局 以往很多游客拍照的 太马里、曙光、园区 目前是禁止民众前往海滩的 游客行程也提前结束 而在沙滩上的艺术品 则预防性的一致树林 避免风量太大破坏了作品 随着参数台风步步逼近 海边风浪逐渐增强 而游客喜爱造访的 太马里、曙光、园区 已有海巡人员巡逻 避免游客进入到海滩 游客只能在台阶上拍照 还有游客旅游行程 受到台风搅局提前结束返家 去玩玩要回去 现在回去了 台风要回去了 就深入来这边看一下 我们会担心说台风 现在回去路程 没有 我们现在回去 我们已经玩完了 正好要回去了 提早回去了 对 太马里、曙光、园区 也有两座南回艺术作品 由于都在海滩上 为了避免遭到风浪 清洗倒下 行走的一项大型人像 则移到树林下 而潮南大型拖鞋作品 则是固定在沙滩上 做好方台准备 作品我们昨天我们昨天大概都巡视查看了一遍 作品里面的所有说明牌 我们都加装固定的做 所以应该不会有被吹乱的状况 另外有两件作品 因为它在太马里的海滩上 一个是大脚 我们就移动到树林里面 怕被破坏 另外那个潮南那个拖鞋 那个作品我们加装银钉 让它固定化 应该不至于保护它 应该不至于会被清洗 参数台风逐渐接近台湾 台东开始出现降雨 为了自身安全 提醒民众游客避免外出 在家做好防台工作 这个讲解太马里上报道